美食一集戰區 保持台南一整天 傳承三代安平必吃的花蒸 超級大高的 Oh my God 你看讓人火的一樣 人在掙扎 趕快吃下去 不要再抖了 台南超人氣港式料理 想吃什麼港點通通滿足你 長客必點 我這個很厲害 我覺得最厲害 不排隊絕對買不到 台南最強綠豆沙就是它啦 當然有一個重點是 要先搖30下 把它MISS在一起 開搖 快點... 想喝咖啡嗎 先上船 台南唯一海上咖啡廳 我幫你準備好了 店裡的無重點 我只是很吃得老公多田店 可以啦 觀眾想看報吃啊 老宅改造的病店 肉鬆也可以夾在剉邊裡面 鹹甜... 很多人不是會吃那個 芋泥肉鬆卷嗎 蠻特別的味道 把它冰在冰箱拿出來 這種感覺 在台南最高的空中酒吧 喝著調酒 超臭的啦 這是它的配料喔 它配料 配料吃很多 很高級耶 對 爆出起來 好嫩喔 來台南一定要吃牛肉湯喔 限量的五花肉湯 看我還不吃爆它 這個要我爆吃 我也完全可以喔 台灣第一位獲得必比 跟推薦的中泡菜喔 平價就可以吃到版豆料理 這道菜來說就是台菜的代表 生酸滴滴 對啊 滴滴滴 很像原來的煮味 好吃... 對 台南他們好吃的 趕快走了... 已經連續三個週末都來台南玩了 還要吃喔 走了 快點啦 快點啦 天菜就這樣吃 美食一級戰區 爆吃台南一整天 烤起來啊 好熱喔 快點啦 後面的喔 烤起來 快點啦 靠東島牛烤的 美食一級戰區講求時間啊 你吃牛肉湯也要早起啊 快點啊 真的好熱喔 台南啊 算是台灣的美食一級戰區 沒錯 然後安平又算是一級 中島一級戰區 我們美食戰區的第一站 要吃蚵仔煎 在這個台南天后宮的正旁邊 有一個蚵仔煎 也是老店囉 你好 老闆好 老闆好 威廉他們也有來過耶 很多藝人來過耶 對啊 很多藝人來過耶 多多夢多也來過耶 老闆你好 妳好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好厲害喔 這是我第一次吃蚵仔煎耶 第一次吃蚵仔煎 台南的蚵仔煎 台南的 真的假的 通常北部來台南玩 不會來點蚵仔煎之類的 會啦 不是 你在台北 就可以吃到蚵仔煎 所以我從來沒有點過台南的蚵仔煎 但我現在才知道 台南的蚵仔煎裡面是有放豆芽菜的 對 那你試吃看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蚵仔很大顆耶 這個很誇張耶 所以啊 我多點了一個 蚵仔飯 蚵仔湯飯 我超愛吃飯湯的 所以我點了一個蚵仔湯飯 這每一顆的蚵仔都超大 很大顆耶 老闆 我覺得你們的那個餅皮 煎得超好吃的耶 很脆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餅乾的口感耶 對 好脆喔 而且裡面加那個豆芽菜 我覺得那個脆度 就是多了很多層次 對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是我一加起來我才發現 真的 竟然 你看喔 另外一面 你把另外一面也照顧到了 它兩面都是這樣耶 酥酥脆脆 而且超大一份 我剛剛想說 我們一來說 不是看到一大群小朋友嗎 那群小朋友是一人一份耶 他們竟然可以吃得完 這很大份耶 這小朋友OK吧 這麼漂亮好吃耶 還有這個也很特意 這是超過的 對 這是特別挑選的 特別挑選的 對... 但是我們其實現在兩間的一道 是一種生態 生海魚的魚收 是爸爸的回憶 對 其實我們都是 有一個吃懷念的 吃懷念的古早味 它那飯是粒粒分明的那種 它的醬汁是連整個碗底 全部都是醬汁耶 對 它是有淋透的那種 而且我覺得加了鴿木魚松 它是可以把那個 老實說我們多魚的油脂吸掉 不會讓你吃起來那麼膩的 裡面有這種脆脆脆脆硬的 它有一點油 它有一點點 油股 所以它蓋汁還不膩 它不會有那種煙喉嚨的感覺 對 我剛剛就那原理講到 那種脆脆的 原來是狗母魚松裡面的魚骨頭 對... 好酷喔 一點點 它會不會很多 我覺得你要吃一下湯的蚵仔 真的喔 湯的蚵仔好嫩好嫩好嫩 超級大顆的 Oh my God 真的肥耶 你看它好像火了一樣 還在掙扎 趕快吃下去 不要再抖了 超級級... 對不對 鹹 因為它沒有裹粉 沒有裹粉對不對 它完全沒裹粉 它就這樣乾乾淨淨的 然後... 為什麼那麼甜 吹彈可破的 然後每天鹹鹹鹹鹹 好吃耶 對 那好吃耶 乾杯 蚵仔 乾杯 乾杯 因為其實這麼肥的蚵仔 我很怕吃到那個 肚子那邊有沒有咬開 然後爆開會有一點腥味 我自己覺得會有一點嚇到 但這個是甜的耶 不會 而且它有很多 炸物品牌啦 因為台南必吃的 蝦捲啊 海鮮捲啊 都有 還有虱目魚料理嘛 第一站就這樣對不對 開玩笑 台南的美食一級戰場耶 對不對 厲害的要死 真的假的 我看到龍鋪已經在裡面拍了 真的假的 我不敢相信耶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吃爆台南一整天 對啊 我們怎麼會停在這家店的門口 這是什麼 台南 這邊有這麼多小吃 怎麼會選一個茶餐廳 港式料理耶 各位 但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們有選這間嗎 他們想自肥耶 為什麼 因為東哥他們講說 他們選過什麼台北的茶餐廳 也是新華 也叫這個名字 然後香港也是新華 我們有叫新華 對 新華 這邊有個雪華 這邊有個慶華 有個慶華 對 新華 好像滿有緣的 好像可以去試試看的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耶 我們畢竟吃爆台南一整天 我看這附近也有那個 很厲害的鱔魚飲麵啊 然後附近也有很多 很好吃的店 為什麼要吃茶餐廳 但聽說這一間 因為11點半來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大排場了 真的喔 然後因為裡面呢 你一進到店裡面 就有一秒瞬間到香港的感覺 我不相信 真的 你打開門就知道了 好 是不是很感風 你好 裡面超多那個 超級感風耶 老闆... 老闆 你好 你好喔 我們今天來這邊 就是想吃爆你的餐廳 因為我們今天 吃爆台南一整天了 前面也吃了幾家 都是台南在地的 大家會吃的美食 突然一個跳動來港式餐廳 對 希望老闆不要讓我們失望喔 不會 應該不會 那有沒有什麼必點的招牌 蘿蔔糕 蘿蔔糕啊 看到你們菜單 我就覺得也很趕耶 因為香港那種的餐廳 他們都是收寫的 保仔飯 你有沒有保仔飯 鮮蝦腸粉啊 流沙包啊 對不對 幾乎 他有點自信上來了 我就喜歡這種自信 超香... 吃爆 剛剛這個保仔飯 其他做在拌的時候 這好香喔 通常我們去香港 吃保仔飯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就好像有一點寂寞 有一點寂寞 比如說他們 對 我們吃保仔飯的時候 通常就一個保仔飯 然後上面就幾片肉 但是它這個料很豐盛耶 好懂 因為我們點的是叉燒加辣腸 我們今天補辣食了 就是兩個東西 好啦 我吃一下老闆說 每桌都會點的蘿蔔糕飯 好 它超脆的耶 外酥妹那 它是脆的嗎 它是脆的 而且因為它上面有加一些 港式蘿蔔糕會有的 乾腸 然後它把它煎得超級脆 但是它的辣椒 它辣椒好辣喔 它辣椒光用看了 我就覺得很香耶 香氣就非常的夠 對 難怪這個是這裡的招牌 真的 它外面的脆 就是一點點薄薄的脆度 給你而已 你知道嗎 跟港式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不油 這個OK 這個蘿蔔糕 蘿蔔糕好吃耶 你的包仔飯呢 這個包仔飯是越吃越好吃耶 是第一口收我 剛剛還沒有那麼驚豔 但是它會讓你一直開胃耶 你會一直想要繼續盛它 好好吃喔 怎麼樣 那個粥條 有時候港式的粥啊 會很像在喝湯 因為它會把米粒就是煮到 變超小超小顆的 可是這個我覺得它比較 有一點碰血的感覺 因為它可能用的米是台灣的米 它會比較大顆一點 飽滿一點 所以它就煮得真的有點像生滾粥 而且它裡面有用超濃郁的高湯 下去燉 所以你吃每一口 你即使沒有吃料 你都可以吃到濃濃的海鮮味 而且我好喜歡它帶一點薑汁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裡面有滿滿的料 竟然還給我放了干貝在裡面 很奢侈耶 對 干貝 魚片都有 通通都有 而且其實你知道我這全部 最想吃的是哪一道嗎 哪一道 我最想吃的是這個 真的假的 因為剛剛雪花姐被它燙到手 我覺得我不吃不行 我們來... 它外面明明明就不會燙 幹嘛吹 它裡面會燙燙燙的 裡面真的跟鹽漿一樣耶 從我正面看真的是很像鹽漿 我會小心燙到手喔 怎麼樣 它裡面像流沙包那樣 是超濃郁的 鹹蛋黃的流沙味 對 而且它外面是酥脆的 中間有點像 我們這支馬球有點QQ QQ的那個口感 但超燙 要小心燙 然後我剛剛這一 剛剛這個紅油超燙 也是隔壁桌 他們說他們來一定會必點的一道菜 你說隔壁桌常客嗎 隔壁桌常客 美女... 美女們... 這個紅油超燙是不是超厲害 對 很扎實 很扎實嗎 很扎實嗎 你們來必點嗎 對 你們來必點的還有什麼 墨魚這個 墨魚的也很好吃 墨魚的花吃餅 對 那我來吃這個墨魚的 我一拚常客的就對了 對 你們多常來啊 你們多常來 我上次來就上次來 每個月會來一次 常客必點 每個月會來一次 妳先講妳那個 我這個很厲害 我這個更厲害 我這個超厲害的 你看它的肉有多扎實 你看我這個肉有多飽滿 而且它裡面還有蝦耶 我這裡面還有墨魚耶 花吃耶 我跟你講 我那個溫體硬是甜的 然後帶一點點鹹甜的味道 我這裡面的蔥還是味著 你看你知道它那個皮 妳有多薄嗎 好啦 吃一下你的 它是淡淡薄薄的那個餅 我在吃你的之前 好吃耶 我要說一下 原本我以為的墨魚王花之丸 會是比較Q彈的 然後你在咬的時候 需要費點勁的 可是它不是喔 它是把它打得很細的那一種 有點像你在吃火鍋料的 那個墨魚丸子的感覺 不過它把它做成像 這樣子的餅狀了 它是變得你很好入口 然後墨魚的味道很香 而且它裡面還放了青蔥 然後外面煎得酥酥脆脆的 很好吃 這個 我這個也很好吃耶 因為我剛剛吃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我發現 我很想加點 但是他們店裡面有一個規則 就是不能加點 對 那我真的覺得 這個蠻值得點餐會的 這個好吃的 很蝦耶 所以它豬肉本來就很彈的 在咬到中間的那個蝦子的時候 更彈的 所以是非常的層次的彈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也蠻厲害的 我剛剛在想說它的醬油 會不會是港式的那種醬油 我要蘸的是這個 我一定也會點這個 哈糕蝦餃 哈糕啊 好 甜甜 還好沒有吃這個 真的假的 好甜喔 好脆喔 我的天啊 酸的啊 很好吃 另外一個蝦子相關的長粉 好順口喔 這怎麼那麼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 這個... 蠻道地的 不過這個它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上面加了油蔥酥 就會比較台式一點點 不過它的長粉做得蠻好的 跟裡面的蝦 真的很像在香港吃到 香港的蝦肉比較偏彈的那種 對 這個撈麵 也是在港式茶餐廳有 偶爾會想吃甘草牛河 然後撈個麵啊 看這個醬色 是... 太多想吃的了 我沒有想到 我現在在台南吃港式餐廳 可以這麼開心耶 完了 我把妳鏡頭擋住了 這個也有我小時候的味道 真的假的 你說高雄的味道嗎 它的燉 台南部味 你吃 它偏甜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麵條耶 它麵條很Q耶 它有點像小時候 又很有彈性的那種 小時候吃到那種日式炒麵的 那種麵條 而且它麵條上面 都吸附了所有的醬汁 吸附了所有醬汁 吸附 這個蠻整的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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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間店可以報吃嗎 吸附 我覺得完全可以 那我怕我們吃太飽了 我們還有下一包 我們下一包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報吃一整個 我們下一包去哪裡 但是很值得啦 OK啦 這間吸附可以耶 也是厲害的對不對 如果你是台南人 或者是你在台南旅遊了很久很久 小吃都吃膩了 就是偶爾來吃一下港式料理 我覺得也是非常棒的選擇 對 OK 快點啦 到了 好 報吃報喝的行程 趕快 我跟你講 今天這樣子的人潮 是算少的喔 幫我開 你要趕快... 好 報吃台南一整天 這間妳算熟嘛對不對 我這間很熟 真的喔 可是我從來沒有來過便便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都是台南的朋友 公主必須要有人幫你服飾是不是 不是... 是台南的朋友有時候要來探班 然後他們就說 你有想喝什麼嗎 我就會說綠豆沙牛奶 當想到綠豆沙 就直接跟他們聯想在一起了 對 老闆 老闆 嗨 好年輕喔 老闆 你好 你知道嗎 他們是特選人 他們是... 他們是那個... 你們是台中人對不對 對... 為什麼會想來台南 開綠豆沙牛奶 因為那時候是想說 對 好像台南沒有人在做這個 蛤 什麼什麼 台南沒有人在做綠豆沙牛奶嗎 比較傳統 就是台南的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傳統 這樣沒有上這種 專門店 但我好奇是大甲人 那為什麼沒有加一個什麼芋頭 沒有耶 對 我想說 人家賣一個品項 就這樣子大排長龍了 你還要人家多賣一個 賣不完 對 這樣子 我們默默的也排到了耶 對啊 而且旁邊馬上又這麼多人 對啊 我們都已經排到 我們就幫大家 跟工作人員一起買回去好了 好 OK 妹妹等很久耶 妹妹 來了啦 好了嗎 我幫你點了招牌 好 謝謝妳 也不是招牌 就只有這一個 綠豆沙牛奶 綠豆沙牛奶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喝綠豆沙牛奶 真的有個訣竅 妳為什麼不讓我喝單綠豆沙牛奶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怎麼樣... 很好喝啊 我每次來都是喝綠豆沙牛奶 所以我要推這邊 但有一個重點是 要先搖30下 把它MISS在一起 你開搖 真的假的 真的 會整個濃掉吧 30下 你這個手是很怪耶 快點... 快點... 你用氣管來 怎麼樣 這個戳進去的時候很療癒耶 對 它超級真材實料 裡面你剛剛看 他有店員在咬你就知道 每一個咬進去都是凝固的 好酷喔 吸不太起來 超綿 沒有 我覺得它的冰沙好細緻喔 對 你看喔 這吸管拿起來是長這樣啦 完全流不下去 好舒服 好酷喔 對 那個綠豆的香氣好足喔 我覺得這會不會是因為 它磨了冰沙的顆粒特別的細 所以它那綠豆的香氣 我覺得很飽滿 它就是把它已經磨到 有點像是那種綠豆泥 但是因為裡面有冰沙 所以綠豆泥會有水分 它不會黑黑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個耶 你在等它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綠豆沙 對 上面有在看 好像可以喔 那我就等它有茶 好 OK 這也好喝啦 但是我其實覺得 我覺得這個味道比較濃 沒錯 我覺得這一家店 真的算是大家 如果要來到台南 如果想要喝比較 原始傳統的東西 綠豆沙就很傳統 所以一定會來排隊的 你看我們剛剛吃完的話 直接然後逛完安平老街 現在也直接來到安平港 對 這裡是魚人碼頭 魚人碼頭 跟淡水內魚人碼頭 名字一模一樣 對啊 魚人碼頭 然後它有一個全台南 還是全台灣 全台南 目前唯一一個在港上面的咖啡廳 我剛剛以為是我們也是要坐船 去喝咖啡 沒有 你看它就這樣子 停在港邊 然後它不是漁船喔 它是咖啡廳喔 但我聽說這間咖啡廳 是不是要預約 我已經預約好了 預約好了 沒錯 沙姐就是趙 而且你知道嗎 我剛剛是想說啊 在那種遊船遊湖的咖啡廳 景觀餐廳應該滿貴的 但我看了一下預約的時候發現 它人均大概幾百塊 一百塊 現在還有咖啡廳 對 你看 人均消費幾百塊 你看 你看 現在下來的都是妹子 是不是 但是台南人標配 大家手上都拿著一個大巔風扇 沒有 那個絕對不是台南人 不是台中人 對 台中人 台中人不會這樣 台中人不會拿巔風扇嗎 這個台中的巔風扇 滿大一台的 好大隻喔 我剛剛... 對不起... 打擾你們 真的 我剛剛你知道我怎樣嗎 我剛剛... 借我吹一下... 可以送我們嗎 對... 至少要去人家買吧 我們好需要 買看的 你們已經去裡面喝完咖啡了 剛吃完好吃嗎 你們吃了什麼 布朗尼 好吃 很好吃 這個咖啡廳 馬上登船的感覺 很漂亮耶 這個應該是 原本他們就在有使用這個船吧 是搖帆嗎 搖帆很潮耶... 這個是爸爸的船嗎 對 就是我們上一代留下來的 上一代的 他的船身我們是做觀光遊艇的 有 觀光遊艇 又在客人出去玩的那一種 然後後面因為觀光遊艇沒有做了之後 再把它整修 他說本日全時段預約滿了 恕不接待 你們大概有幾天前開始 因為我們都是三天前開始 三天前 所以大家要來的話記得就先預約了 其實有時候就是 我們月中就會開下一個月的預約了 哦 可能一開就全滿 位置很難搶 有什麼推薦的嗎 推薦的話我們是推薦 其實如果滷肉蛋糕的話 滷肉蛋糕 它有80克跟螺麵 80克跟滷肉 它的甜點品項是 Gini價100塊耶 然後每天的品項會不一樣 就要看這個框框裡面 我幫你準備好了 店裡的五種 來 開始 我怎麼可能吃得了那麼多甜點 可以啦 我跟你講 你也是女生吃吧 你今天吃多少我請客 來 觀眾想看爆吃啊 那我吃完很獎勵 這五個全部吃完嗎 我吃完我們看 大家看人家叫什麼好不好 可是我沒有換洗衣物 因為我們今天是裡面 裡面是哪裡 那個裡面有救生衣啊 那些都不 好 OK 你全部吃完 爆下去 怎麼樣 裡面有黑糖 你把這個料有沒有 放進去 認真 等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浴缸 這個肉 你看你的 對 我躺在這 我躺在這邊 對不對 哇 這是很像你在幫我洗頭 還是幹嘛 哇 關心我們的下一代 一人一點力 愛就道歉 這五個全部吃完 我吃完我們看 大家看人家叫什麼好不好 好不好 可是我沒有換洗衣物 因為我們裡面是裡面 裡面是哪裡 那個裡面有救生衣啊 那些都不 好 OK 你全部吃完 我跳下去 我吃喔 好 我吃喔 吃 拜託不要咔 你全部吃完我跳下去喔 不要咔 真的喔 不要咔 這看起來很好吃 我好吃 我好吃 只有我吃一口 這個是巴斯克蘆果蛋糕 其實它甜點是蠻好吃的 一個100塊 有這樣的風景這樣子的座位 然後還有 巴斯克蘆果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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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吃這個 藍莓 因為我在吃控罵飯是不是 還是什麼 一杯... 對啊 因為畢竟是一日暴吃嘛 今天沒有肥個3公斤 不准回台北 加油 還是你要放棄 好啦 不要這樣玩 真的 會死掉 我有一個感想 我要補充 好 它的甜點真的是可以一直吃 吃到爆的那種 可以啊 很好吃耶 每個都頭講完完全全不一樣耶 老闆 有沒有人知道 同一點待到晚上6點啊 真的有 真的有喔 是不是 我真的待了5 6個小時這樣 真的... 有的會留下來看夕陽 對 夕陽 安平的夕陽也是很厲害 這樣子看夕陽也太浪漫了吧 我吃一個布丁 布丁好 拿一個布丁 拿一個 這都是剛剛那個姐姐做的對不對 厲害 然後它這也好喝 然後甜甜也好吃 就是可以... OK啊 然後CP值又高 可以坐在這邊對不對 對啊 真的是爆吃一整天耶 爆吃完了 我們等一下再吃其他的 你最喜歡哪一個 剛... 布丁 真的假的 我以為你會選巴斯科耶 因為本來就非常喜歡吃布丁 巴斯科雖然好吃 但是布丁的口感 讓我覺得更舒服 沒錯 都好吃 而且它帶有一點苦味 我覺得很搭 對 而且每天甜點不一樣 你來的時候 選一本好看的書 或是帶個相機 趴開罩 坐著好好的放鬆休息一下 對 多棒啊 我們要繼續吃爆台南 不要小看這一家冰店喔 雖然隱藏在巷弄裡啊 但是你看 超多人 那一定很不簡單耶 聽說啊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冰是什麼 而且進來就聞到那種 水果的香氣 你現在在做的是什麼啊 鹹蛋黃芋泥肉鬆冰 什麼 鹹蛋黃芋泥肉鬆冰 這鹹食是不是 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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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的 你把肉鬆夾在冰裡面喔 對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嗎 四川交馬嗎 這個是三鎮 這是三鎮喔 其實這邊其實蠻好拍到的 幫我拍這樣 快點 我的冰跟我的之前也太搭了吧 那我覺得這樣畫面不太漂亮 為什麼 我沒有 我不想要想拍冰 你點的 你到底一天要吃多少芒果啊 因為芒果現在中間要好吃啊 對啦 芒果汁 那我點了這個是這邊的特色的 它是很復古的古早味 麵茶冰 麵茶冰 對 它上面就是加了麵茶混 然後還有米 他們自己自製的這種麵茶泥 我看它還有放了紅豆 綠豆 還有聽說是池上名做的這個湯圓 湯圓 湯圓 然後上面這個是什麼 湯圓 那它是要怎麼吃的 它要不要打碎了 然後霍在裡面吃嗎 還是一口一口這樣 對 你可以先吃它 然後也可以把它攪進去裡面 對 看個人吃吧 不過我想先吃一下湯圓 跟它的麵茶冰 怎麼樣 這個就真的是古早味啦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通常吃麵茶冰 就是灑粉而已 然後你要把粉跟冰拌 攪一攪它才會變成 中間的這個泥狀 對 不過你看喔 它已經是有把米茶用成這個泥狀了 所以你不需要跟冰做太多的結合 你就可以吃到那個米茶 很清爽 很迷人的香氣 而且它的紅豆煮得很好 真的假的 湯圓也很好吃 我覺得可以這樣耶 怎麼樣... 因為肉飯裡面有黑糖 你把這個料有沒有放進去 認真 因為我剛剛有聽店員他們講說 老闆推薦的吃法是 把它敲碎 把它敲碎 然後貨在裡面吃 然後店員喜歡的吃法 是像你這樣子 他喜歡我這樣子喔 分開吃嗎 他喜歡分開吃 他喜歡分開吃 然後也有人喜歡把冰挖進去吃 所以有三種吃法 我剛剛突然想說 可以挖進去 可以挖進去 我覺得挖進去會很讚耶 我覺得很讚嗎 說實在 我喜歡這個麵茶 你知道每次你點完自己的 然後你都喜歡我的好不好 就喜歡 譬如說我交了一個 沒有 我喜歡看外面的女生 對啊 不是啦 不是而已 夾娃來 跨娃娃就是你耶 夾娃來 跨娃娃 就是你本人 都不認男生的烹飢 我幫你點一下 你不告訴你 好吃耶 我實在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寫餡料 白了 就是他本人 那我來吃吃看 它到底是哪個東西 好的 鹹蛋黃 芋泥 肉鬆 鹹蛋黃在哪裡啊 上面那個這個 鹹蛋黃 那個啦 像方塊酥的鹹蛋黃 這個就是鹹蛋黃 對 它是鹹蛋黃酥 所以你要吃的話 你就是挖到中間 我要挖到中間 挖到肉鬆的部位 它把肉鬆在中間 好 來 我很好吃 我也蠻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的這個味道 鹹甜 鹹甜 我知道了 很多人不是會吃 芋泥肉鬆卷嗎 蠻特別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芋泥肉鬆 加鹹蛋黃是完全沒有問題 加鹹蛋黃完全沒有問題 不過它就是變成冰的 把它變在冰箱拿出來的 那種感覺 這好特別喔 蠻特別的 我覺得它真的是鹹鹹甜甜 然後我覺得不喜歡吃 都那麼甜的人 可以點這一碗 而且它的芋泥也是耶 而且它那個 中間有它那個湯圓 它湯圓很糯 真的喔 然後搭配上 它這樣子編的感覺 你會覺得很像有點在吃 一道鹹食 我自己覺得 它的甜度是來自於它的 蒜 它的芋泥 對 它的芋泥 不然它其它部位 其實沒什麼甜 蠻特別的 它就是有一些限量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這個很好拍 然後很好拍 很漂亮 然後又很富貴 重點是這裡真的太隱密了 說實在 如果剛剛沒有問人 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它那個招牌就這麼的小 而且其實轉彎過來 真的會有一種 流氧化妙瘦圈的感覺 對 算是被我們挖掘到了 對 雖然這裡本來人就很多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漂亮 真的很有台南風情 對啊 復古復古的感覺 68 69 70 你要坐幾下 看老闆你覺得幾下可以講什麼 我絕對可以了啦 你看人家飯店外面這樣子 趕快起來 拉我 你好多汗喔 親我一個 不要 你好多汗喔 好熱喔 好 你是怎樣 太飽了嗎 但吃這麼多一定要好好運動一下 消化一下喔 那你裡面有健身房 你幹嘛不去健身房 因為這邊我最期待的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 來台南就是要開箱當地的酒吧 今天飯店有一個全台南最高的 高空酒吧 真的假的 它遠眺整個 余光島 異宅金城 什麼地方景點都可以看到 所以後市爆紅 對 爆紅 快點跑進去 走 走 妳好 我們要拿我們的房間 這個我快要準備好了 這個樓層差很多耶 一個是15樓 一個是9樓 那來啦 機會命運的啦 讓你先挑啦 來 機會命運的啦 帥哥 這個怎麼樣 我相信他 他故意的 是不是 他故意的 好啦 沒關係 好啦 OK啦 但是很棒的地方是 就算我們沒有住到那麼高的樓層 我們還是可以去那個酒吧 不是 我們是我耶 對 對 妳還可以去酒吧喔 我還是可以去酒吧 還是可以喔 對不對 還是可以 好 酒吧 好 你嚇到我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定有了 我們會先幫客人進來開冷氣 謝謝你 謝謝 妳看一下這個景色 妳看這個浴缸 我們先看這個浴缸 妳看妳在這邊泡澡的時候 它的高級很酷耶 妳一進來會先試浴缸 對 臥室 等一下 妳看一下這個浴缸這個景色 而且妳看妳的頭 妳的頭躺在這邊 我的頭 不是 妳看妳的晚上在泡澡的時候 對 我躺在這兒 我躺在這邊 頭躺在這邊啊對不對 妳頭躺在這兒 然後呢 妳要示範一下嘛 對不對 好 躺一下 這是... 這是很像妳要幫我洗頭 還是幹嘛 這裡 乾室分離的 然後地獄間 對 而且它這裡很貼心耶 因為你知道女生吹頭髮 都需要一點時間 我看到飯店的這種地方有椅子 我都會覺得好貼心喔 這很多地方其實沒用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跟你講這個超好用的 這是那個濾掛的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然後它是有一點模擬手沖 它是把濾掛放在 我忘記放在哪裡了 然後它就可以模擬手沖咖啡 然後用這裡的咖啡 然後再去泡什麼 妳看 三面都有大落地什麼 多棒 好 有全身進耶 好讚喔 好啦... 妳這個房間要開這樣多久 15樓才是厲害的好不好 好 走吧 這邊等一下都會剪掉 15樓 我這裡也很讚好不好 你們應該不會也躲一個人吧 我這個門就比較大耶 我真的是選對了 等一下 是走了什麼運啊 你們是選過好正式喔 這個是有點像行政套寶 真的嗎 是這個自己個人 它是高粱酒 牛肉香腸 完全沒聽過這種話 是不是 真的 外面也是非常少在賣的 有沒有覺得他很帥 有沒有愛上他的感覺 蠻帥的 你不要大玩家啦 他專業的道具看我一眼耶 因為你可能沒有這樣拉下來 所以他不會轉過來 不要啦 走了什麼運啊 你們是水流水水 這就是有點像行政套寶 是嗎 這個住幾個人 這邊還可以叫那個師廚來這邊煮飯 這是什麼地方啦 鐵板燒耶 太誇張了啦 你想要換過來嗎 我可能 我房間很寬敞啦 這邊可以敬你睡 有點燙 有點燙 這邊 你看這個浴室 雙人了啦 它還有自己的更衣室耶 這是嗎 對啊 對啊 真的耶 然後還有自己的化妝台耶 它這裡的空間性好好喔 就整個很流通 你不會覺得走到哪裡 被堵住要往回來 很順暢 非常的順暢 你怎麼走都可以走到你的床上 酒來了 這個是小紅帽的故事 可愛 小紅帽的故事 小紅帽的故事 大野狼 對 因為 這咖啡是小紅帽 所以它是小紅帽的故事 可是我們來的是酒吧耶 酒吧 這是咖啡的 這有船嗎 裡面也有酒精 對 咖啡酒 它是調酒 咖啡調酒 它這個調酒 我第一次喝到 那這個呢 在這裡 蘑菇調葉娘 蘑菇調葉娘 這裡是沒有酒精的 對 無酒精 無酒精的 也是咖啡 咖啡 沒有想到在頂樓 原本要喝個調酒 結果兩個人 一個是咖啡 一個是咖啡酒 哇 我看到這景觀 好讚喔 好好喝喔 這個有點氣泡咖啡的感覺 感受一下整個景觀 而且現在溫度是滿高的 然後他說啊 因為我們播出的時候 其實是8月 8月的話 它是這邊吃雲點 應該是雲點 然後到晚上秋的 可是你忘了嗎 我們這一次是吃爆台南 所以既然來到飯店 飯店有辦法讓我們吃爆嗎 我們有點懷疑喔 該不會只有這個吧 我相信台南的飯店 不會讓我們失望 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 確定 那我們去一樓 看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們吃爆 好 我們把這邊去好了 這是咖啡 我會睡不著耶 不行啦 你知道為了吃這一餐 我剛剛跑去哪裡你知道嗎 二樓的健身房 二樓健身房也超好的耶 真的 然後我把肚子完全消掉了 你剛剛那一點點時間 就消掉肚子了 真的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台南的飯店 今天真的不會讓我們失望 對 好吃耶 你能想像我們現在 竟然是在飯店一樓嗎 對啊 然後開到12點 各式各樣的 滿滿的這個菜單 你看我們桌上有牛肉麵啊 你那個是什麼 我這個是 羹麵 羹麵 但是它羹麵特別的地方是 它加了 它是用刀削麵 我也好感濕耶 它加刀削麵的口感更好耶 對啊 大廚就蛋糖耶 對 大廚就好 對 可以麻煩你幫我們講解 為什麼它這麼好吃嗎 它當然就是台南的話 我們會有一點山川甜甜的滋味 然後再搭配那個 有嚼勁的那個麵條麵 然後我們使用的那個 紅燒麥才去吃 這個嘛 這是它的配料喔 它配料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是的 配料這麼多啊 對 很高級耶 對 很高的 然後給你搭配的時候 你就單吃都可以 所以把它當作沾醬那樣 像是土豆魚羹那樣 把它放進去 要不要試試看 它就是紅燒麵 對 飽吃起來 哇 好嫩喔 有一個紅燒的香氣 你這個很像板狗會吃到的味道 對 有點像類似 復古的古早味的味道 對 它就好像鹹酥雞喔 對 有點香 對 調味有點香 好好吃喔 而且你看 它有中式的 很道地的 然後也有這種海鮮 海鮮盤 整盤的海鮮盤 這也是魚肉 這是魚肉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吃這個 它是其餘的一提款 那那個是軟肥鮮 軟肥鮮 各位覺得你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爆它 我會吃爆它 我真的爆吃還會爆喝 爆喝啦 來啦 大船入港 你要哪一杯 你選一杯 真的喔 豬豬好讚 來 那我們也選這邊 我們直接乾杯喔 好 下掉 下掉吧 好 下掉喔 謝謝豬豬 爆吃爆喝 好喜歡台南喔 好 讚喔 邊大哥 15樓的邊大哥 你住15樓你還給我嘆氣 我跟你講我已經漸漸失去 我的笑容 我剛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好幸福喔 台南之旅 要吃爆這邊的美食 但是我現在 剛剛飯店吃完有點飽 真的有點飽 那還是我們現在自己 我們現在就回家了 不行 我們要灌湊我們的主題 我們是一個專業主持人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什麼店 趕快介紹一下 好 是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牛肉湯店 好 因為來到台南啊 你之前應該有喝吧 我連續喝了三個禮拜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喝 這樣可以嗎 來到台南要喝的是牛肉湯 這家店我特別安排了 它就是從早上七點鐘 開到凌晨1點鐘 這麼放心 因為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怎麼樣 我頭上五個字 我們要不要進去看 好啊 OK 就是這個啦 真的來切 快... 他剛好真的來切... 很專業... 你看那個顏色有沒有 就是因為放在這個 恆溫分解釋裡面 肉質都可以一直保持在 這麼輕輕的狀態 我怎麼覺得它切的這個手法 跟這個表情真的是 很像在處理日本料理 沒有很專業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帥 滿帥的 你有沒有愛上它的感覺 嗨... 不要打人家啦 我現在在煎牛 你要切到手指怎麼辦 他專業道不看我一眼耶 白話都不能看你啊 我跟牛肉 他刀跟手指頭那麼近耶 他在那裡切到 他每天在切的牛肉 你不要只影響人家 因為你可能沒有這樣子拉下來 所以他們會轉過來 不要啦 不要... 不要... 我嚇到了 你趕快 不要亂Q你 OK 我們趕快進去做好 我去幫你點菜... 我去幫你點菜好不好 你剛剛菜單畫那些 你現在放出這麼多菜 為什麼有一些 你根本不能在牛肉店 一些夜市的料理 怎麼在這邊跑出來對不對 這怎樣 什麼 豆腐雞 臭豆腐 還有 串腔 甜不辣 甜不辣 好吧 對 沒關係 竟然都來了 這也是他們裡面會有的啦 因為他就想說 很多觀光客會來到台南玩 一次要網絡所有台灣在地小吃 有人說很多外國人啊 所以他們就會賣這些東西 我剛喝的這一口湯 超甜 超甜 這個肉是五花肉 讓大家看一下 超嫩 剛剛已經其實放了有一點酒了 但是它還是一樣粉嫩的喔 因為它本身很簡單 它就是湯 然後蔥牛肉進去 但它旁邊有一個佐料區 裡面會放很多的醬料 我自己的話會加一點米酒 跟薑絲進去 而且我聽說倒米酒進去 是可以讓它的甜度更新甜 對 我超愛加米酒的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它的湯非常好喝耶 其實我剛剛有點錯怪 怎麼樣... 超讚 加了米酒跟薑絲吃囉 這個要我爆吃 我也完全可以喔 而且它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可以續湯 可以續湯 可以續湯 我們兩個人湯好像不太一樣 你的是菜頭味很重 我的是洋蔥系的 你有發現嗎 它是客人點一碗 它現切一碗的量耶 對 你點一碗它馬上切 然後馬上沖湯進去 每一碗都是現切超新鮮的 好喝 好喝 但是我來牛肉湯店啊 正常來說我都會點這個 高麗薩手牛肉跟這個炒牛炸 但是我很少點到這個耶 這什麼東西 它是台灣北架的 有雞肉感骨盤 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雞肉 對 但它的肉質有點像鮮魚 鮮魚跟雞腿混合在一起 原因是因為老闆 它超大皮 因為它切得超厚 好吃的口感就是這個 對 這個厚度 天菜必備 美食旅遊秘書 食尚玩家APP 整理各國美胎打卡景點 掌握最新最優惠的獨家內容 讓你吃喝玩樂 拍放美照 不怕採雷喔 準備好了嗎 快來開始你的天菜之旅吧 我來牛肉湯店啊 正常來說 我就會點這個高麗菜炒牛肉 跟這個炒牛炸 但是我很少點到這個耶 這什麼東西 就是牛水 麻油牛水 如何 它吃得出那麼口感啦 軟軟有點像穴子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裡面 都吸滿麻油的香氣 對不對 剛剛這個香腸也是非常厲害 它是高粱酒牛肉香腸 完全沒聽過這種東西 是不是 真的 外面也是非常少在賣 對 牛肉香腸 對不對 你要加那個 蒜片 蒜片 對 對 真的是 夜市小吃 那裡面牛肉的油脂比較多一點 你看這兩邊喔 我覺得它比豬肉還要顧雜 對 對不對 它的口感比豬肉更好 來一家店 這兩邊完全是不同的 這就是 夜市小吃 這就是牛肉當美食 你一樣在裡面 蒜染機都可以點得到 全部都點得到 全部都點得到 diesel的燈 第一集的外人變回 NASA 野王哥 試這架吧 兄弟 起床了 吃飽吃的吃飽吃啦 起來啦 喂 到了... 這家好像蠻厲害的 它是2023 畢比登推薦 畢比登推薦呢 不吃嗎 趕快 我吃不下... 而且我跟你講 這家超厲害 綠色有餐廳 綠色友善餐廳 你要是吃起來 好像愛心中口腮耶 快點 今天電修 盡情包含上車 電修耶 快點上車 快點... 白台北了 再見 這畫面蠻漂亮的耶 我跟你講 不是這樣 怎麼樣... 它應該不是啦 應該有開啦 今天外匯電修 還是電修 不可能啦 房業期間預約 等一下 回去了啦 沒有了啦 預約客牌... 預約客牌... 等一下 這樣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所以到底 可是我有預約啊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老闆很厲害喔 它是愛心中口腮 對 就是會到偏鄉啊 甚至有到日本 做料理給人家吃 老闆在嗎 還是他在忙 老闆娘嗎 還是今天真的電修 老闆娘今天電修嗎 是 因為怎麼樣 而且你看 三星溯源餐廳耶 就是最少要有3到5上的 餐廳所用的食材 主食材 才會3C 那我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 把這個挑戰完成 倒吃一下 我只能說變淨華的嘴 變人的嘴 這樣吃就不吃 像這一盤 這盤快被我吃完了 你真的很誇張 你到底吃了幾盤 絲木魚丸啊 我跟你講 真的還好 你有叫我這樣吃 你真的很恐怖耶 這間是對的 大陶寨 你煮的麵仔怎麼這麼好吃 我戀愛耶 真的 他直接把你這個絲木魚丸 吃一半耶 這個地方就是 從以前的蛋糕來說 就是最後的道菜 就是最多的道菜 但是它是代表原斑 原斑喔 對 因為它是這樣子 真的 絲木魚丸 這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絲木魚是在台灣 最西邊的魚餐廳 很鮮喔 我第一次吃到絲木魚 裡面有加一些蔬菜 你看有加蒜頭喔 芹菜 菇菜 還有蒜末 很搭耶 我剛剛真的是超飽 但是坐下來吃到 喝到第一口湯我就停不下來 早到菜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下一道菜 要往哪一個地方下走 那就三把魚煮喔 牛雞 五、六 我知道 五種切絲的蔬菜 你怎麼知道 是吧 這道菜來說就是台菜的代表 我用絲木魚肚 絲木魚肚的這邊 那下面 然後再加上鴨蛋下去炸 所以它有鴨蛋的香氣 然後這是絲木魚 然後吸附它那個醬汁之後的味道 會更不一樣 我這樣子吃會不會很奢侈 而且我很喜歡你那個醬汁 它那個酸度是剛剛烤的耶 好適合來白飯 對啊 煮酸滴滴 親手我愛的煮味 很讚耶 好吃... 然後你看它大菜很多 這個是芋頭雞腿 芋泥雞腿 芋泥雞腿喔 小朋友以前喜歡吃芋泥鴨 但是太乾柴了 我們就把它做成芋泥雞腿 不錯吃耶 後來又想把 因為芋泥裡面很多植物鹼 有一些對芋泥的貴賓吃的 會拿給娘娘 然後我就加一點點地瓜泥進去 加一點點子芋地瓜進去 就會增加它的甜度 而且有那個種族融合的那個具液 芋泥汁 可是我覺得很棒 因為你看愛心中泥災 在台灣各地去日本 然後做愛心食 還要散播這些友善友肌的食物 它連選用在餐廳我們吃到的喔 為什麼有米其林綠色餐廳 都是因為你看它用有機的東西 像魚這個魚也是對不對 對 它是台灣第一家的 有機龍感食斑 然後它連燃掉的都沒有那種燙開 真的喔 它較勁失足 而且你上面那個是破鋪雞耶 對 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雞肉耶 對 口感它真的很紮實耶 它有點像雞腿肉一樣 但它的肉質有點像鱈魚 對 鱈魚跟雞腿混合在一起 原因是因為老闆它超大皮 因為它切得超厚的 好吃的口感就是這個 對 這個厚度 這一道看起來也非常厲害 這道是豐肉 反的東方菜的秋露菜 這一家也很厲害 台灣第一家有節能減碳標章 迅務廠養得住 你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精挑細選吃 而且得過神農獎的 我在切的時候 就味道直接爆出來 好香喔 這一道菜的功夫 謝謝 從開始製作到上桌 辣椒筋 辣椒筋 對 所以吃這一道菜 就一定要先預約嘛 對 要預約的菜 入口的菜 這道菜黏冷掉了 它的皮還是咬得動的 可以入口即化 它的皮好Q喔 它紅毛真的很嫩 然後皮真的不油 對啊 還有就是它所有的裡面 最深層 那個肉汁都是甜的 好厲害喔 有沒有 加上它那個筍肝 筍肝去吸附它那個醬汁 這是筍尾容 對 就是筍煎最嫩的部分 筍煎的地方 對... 所以它很細緻 不會吃起來臭臭咬不動 這個我們等一下不可能打包了 這個 剛剛還在想說 對 這個都直接被吃完 現在到爆吃最後一攤應該會打包 這個也是我們家孩子以前 很喜歡吃魚香烘蛋 就穿在了魚香烘蛋 下飯但是很辣 你給它改 很辣嗎 這個所以 可是它 改過了 我們改成海鮮 裡面都是一些海鮮丁 然後外面的醬汁是 還有百香果 有公米 有蘋果 比較夏天菜味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蛋煎得是非常的沈澀 跟蓋房子一樣 是一層一層一層的感覺 對 咬下去 好特別喔 我會覺得這整趟台南 讓吃下來 讓爆吃下來 好幸福喔 你確定嗎 你不覺得嗎 你聽良心講 我真的一直處於那種 吃不下的狀態 你不可能 真的 你每一攤都在抱怨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我真的覺得來台南 這樣子爆吃其實非常的危險 沒錯 煎餅 by bwd6